先來替大家示範的是77石像之陣 那這關我當初在打的時候其實也是卡了蠻多次的 那後來發現一些訣竅可以跟大家分享 首先雷丁這一關也要帶槍兵 因為這一關這個第一拳這個攻擊力打人超痛 而且他會用搶石 所以一次一定要撐兩隻以上 那再來是這邊有一個洞 那如果說你的戰鬥力真的不夠高的話 建議把怪應該說把你的角色引到這個洞裡面 這樣怪就是一次只有一隻能夠打到你 那我們可以在那邊做一個防禦的一個效果 出發 這個魔法陣可以不用擠的按 大概會示範按的時間給大家看 再放回光 伊莓達 伊莓達可以說是出席三隻角色之中的神角喔 雖然他一開始只是一個R的卡片 但最後可以升到SSR 那建議大家可以把它練起來 真的很好用 可以看到喔 放牆棋之後可以再移動 一次一定要撐兩隻以上 所以如果你沒有帶槍兵的話 雷琳可能會撐不住喔 那當然因為我這邊整機兵練起來 所以很簡單就把這個兵全都收掉 那也是靠這個槍兵的感覺 那我們就照一開始的計畫 就是先往那個那一條洞洞裡面走 那如果是第一次 第一次打這關的人 這時候 因為這邊也有一點寶箱 雪莉可以先過去拿 雪莉一開始 大概沒有是 用的地方 可以移動到我要的位置 雪莉可以先去拿 雪莉可以先去拿 另外一個我不建議大家在外面打 原因是因為這個 這個水怪啊 他會用觸手的這個技能 把你的 可能其中一隻角色拉過去 那拉過去之後 你可能就會被其他的狼人打死 他就應該出現了 那因為這個地方 剛好我能打破他 所以完全不怕他這個觸手的技能 好 這邊 可以用艾爾文把 烏賊拉 一隻怪 直接差不多 來用艾爾文把他收掉 好 因梅爾打 打他 好 打掉之後 因為這是艾爾文 艾爾文屬性 剛好是被這個地獄犬 所以他等一下 地獄犬一定會先去打他 這時候雷丁就是在這邊放部位 然後一枚打 就要原地發呆就好了 因為雷丁的部位性也是 他在部位的時候 打人會比較痛 所以 一枚打人 出演上就比較痛 我第一拳怎麼放到那邊去 雷丁是時候被死化了對不對 那為了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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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不到那一隻 好 沒關係 在那邊 好奇原味 因為石化必須要 站到魔法陣才可以解 所以 雪莉還沒有解到 這個隱藏寶物 他就得要回來了 所以 打他來 應該可以 等一下 雷丁可能會暫時 失去護衛的效果 不過還好 因為我剛剛 艾爾文帶的是槍兵 所以 不怕 如果我沒有換冰桶 一樣帶護兵的話 這時候艾爾文 可能就直接被地獄幹掉了 先把地獄幹掉 我要讓艾爾文出去把那個石像 石化了 先把雷丁的那個解開 再上去之後 他的那個 頭暈的效果 哇 身體能動了 石化被解開了 好 好 那就要 先把石化摩幹掉 然後這個 因為他是不實屬性的 所以 艾美達來講 剛好是一個 香客 他如果用觸手的話 還好 還好他沒有觸手 如果用觸手可能 那個 艾美達會死 好 看一下 第十二回合通關 我還有一點時間 我還是一樣先讓他來拿 任何寶物 雖然我其實可以不用讓他來拿 很差 先把一隻打掉 一模夜場夢多 用觸手 等一下就把他拉過去 我之前打的時候 很長 因為這招 然後角色就被打死 就拿寶藏 但因為 我已經拿過了 所以他沒有顯示 那剩下就是 把這隻收掉啦 艾美達 好 通關 藍絲為什麼在這裡 好 那這次 就是我們這次的 通關影片示範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如果有什麼 想要看我們挑戰通關的影片 可以告訴我們 你可以試試看 好 那這一集就到這邊啦